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常言道,厨房五味,酸甜苦辣咸 实际上,还有一位特别重要的 一直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饮食中 却很少有人想起他 那么就是食用油 我国而言,大多数家庭主要用的食用油 仍然是植物油 相比于动物油 植物油的不好和脂肪酸含量更高 更容易吸收,甘油酸值水平低 特别适合高血脂和老人食用 非常深受老年人的喜爱 尤其是菜籽油 吃过人都还想再吃 有很浓烈的香味 可让人警惕的是 为什么最近有报道说 长时间吃菜籽油会导致老年痴呆呢 如果有老年痴呆的人长期吃 还会加重病情 很多人看到这个消息之后特别的害怕 甚至不让家里面老人接触油啦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相关调查研究发现 这种物质含量高达31%到56%之间 很容易在心脏的内部积攒那样的脂肪颗粒 增加血管壁的变厚 脂肪积累等危险 不仅是有糖尿病的老人要少吃 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要少吃 大家不必过于担心 芥酸只是菜籽油的一种成分 其他物质上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对心血管健康有特别的有益处 心血管疾病的人不用担心 如果你有心脑血管疾病 或者是自身患有慢性疾病 为了身体健康考虑 可以选择双低菜籽油 既双低又可以饱足大家的需求 就可以放心地吃啦 其实油和幼发老年吃它是没有关系的 市场而言 不同品种类型的食物有五花八门 哪种更健康呢 也是很多朋友们最关心的话题 北京协和医院专家组 根据植物油的营养价值 和日常的使用优势 提出了一份排名榜 希望能够对你日常健康吃油 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植物油健康排名如下 看看你爱吃的油排行第几 第一名是橄榄油 菜籽油 茶籽油 相比其他的植物油 这三种油有一个潜入的特点 那就是欧米加脂肪酸的含量 水平特别的高 换句话说 三种油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更多 这也是目前人类主流饮食中 特别缺乏的营养物质之一 补充足够的不饱和脂肪酸 对于进化血管 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有非常不错的好处 不仅如此 世界卫生组织经过调查发现了 地中海克里特导的老人普遍都很长寿 那是因为他们都在循环着一种地中海饮食 橄榄油就是地中海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 适当地摄入橄榄油 对于老年人的长寿 抗衰老有特别好的帮助 第二名就是玉米油和葵花籽油 相比于上述的三种油 玉米油和葵花籽油主大的是均衡 也就是不饱和脂肪酸的浓度 都处于一个合理的范围 将其作为日常的食用油 能够保证日常热量的足够摄入 也能够起到一定的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效果 亚硝酸有着不错的抗氧化 以及抗炎效果 甚至能够在预防癌症方面 产生不错的保健作用 第三名 花生油和大豆油 这两种油应该是家家户户 最常见的食物油了 这两种植物油产量特别的高 提供的营养价值比较高的 物美价廉 自然是生活饮食的首选 但是相比来上述的油说 大豆油和花生油的热量特别的高 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更加的低 这两种油的烟点很高 中餐的时候烹饪过程中 不易形成对人体有害的油烟氧化物质 同样也是不错的植物油选择 当然给这些植物油的排名 只是单纯的根据营养价值来说的 日常生活中 每一种植物油都有各自的优点 人类饮食最重要的就是均衡 所以定期的更换食用油的种类 避免营养失衡的情况出现 反而健康吃油最好的选择 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 不仅仅是植物油的种类 食用方法 同样是健康用油的关键 吃油的过程中 我们按照错误的烹饪方法进行 反而容易给健康带来负面的影响 住在隔壁的邻居王阿姨 是一个生活很接见的人 剩菜放了好几天 从来不舍得扔掉 过了去的酸奶也不舍得扔掉 不管别人怎么劝她 不要吃过去的东西她都不听 但是前几天 阿姨的节点终于惹出事了 那天不光是阿姨自己 连阿姨的女儿外孙 都因为饭后呕吐不止进了医院 最后经过检查发现 引起食物中毒的罪回祸首 竟然是阿姨家的食用油 原来阿姨做饭的时候 发现油已经用完了 想起过年之前 一直用的那壶油好像剩了好多 但是一看保质期还没有过期 阿姨没有再出去买新的 只要用那壶油做了饭 没想到竟然引起了全家中毒的情况 阿姨十分不解 大瓶食用油明明还没有过期 为什么已经不能食用了呢 没过期不等于可以用 这是因为 食品上的保质期代表的是 未开封时不编制的情况 如果是开封了常温的情况下 阿姨那壶油是不可以食用的 有开封之后 与其他的所有食物是一样的 会接受到空气 影响口感和质量的 从而发生了氧化过程 随着放置的时间越久 油脂的氧化度就会越高 最后导致油脂发生了变质 根据相关的研究证明 只用油开封后放置三个月之后 就已经超过安全使用标准定的0.25 如果是放置一年的时间 其氧化程度和酸白程度 竟然与油烟机的油是一样的 所以说开封后三个月最好把油使用完 否则的话油脂氧化过度和碳酸变质 最好不要食用了 毕竟正常人应该都知道的 油烟机里的油肯定不健康吧 一场吃油我们还要注意了 根据烹饪的温度选油 食用油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指标 那就是咽点 咽点越高的油 承受的温度也就越高 越不容易出现产生剧烈氧化形成的有毒物质 不同的烹饪方式温度不同 自然选择符合烟点的油 才能够避免对身体的伤害 比如烟点最低的橄榄油 菜籽油等等 特别适合凉拌菜或者是加热类型的菜肴 例如爆炒油炸之类的高温烹饪方法 最好要选择 花生油大豆油最佳的合适 不要用煎过的油炒菜 相信很多家庭都会这样做 我们就会把炸锅食物的油放起来集水食用 这种方法虽然很节俭 但是炸的过程中油已经经过了高温加热 产生了凡是脂肪酸和有毒油脂氧化物 如果再进行高温的烹饪 有害物质产生的更多 自然不利于健康的 当然了炸锅东西的油不能白白的浪费 这种油呢我们最适合水炒 这样的方式烹饪比较健康 植物油作为最常见的食用调味之一 贴近我们的生活 和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 也正因此合适的情况下选择合适的油 科学合理的吃油 是日常饮食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一定要认真的对待 好了家人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 请你帮我点赞关注 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下方留言加一 我每天都会分享 别人的养生支持 与您分享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